好我们尽头回到台湾 高雄地区小黑纹肆虐 不仅国小一头的血童 受害很严重 很多人双腿都被咬成了红豆兵 苦不堪言 赤字传出有一岁的小baby 也被咬得不停抓痒 伤口最后恶化成了蜂窝性组织炎 高雄这名一岁多的小男童 被小黑纹盯完之后 右脚掌肿到无法行走 还引发了蜂窝性组织炎 连打了一粥的抗生素 才稍稍抑制病情 小黑纹肆虐 案例不止这一桩 还大举入侵校园 高雄油厂国小 好几名小学生 都被盯得满脚红豆兵 不止学校 连户外棒球场的 啦啦队正妹 百姓梅腿也逃不过 黑纹攻击 你刚刚有拍防蚊液吗 他妈妈买的有机的防蚊液 小黑纹是台湾的原生吸血昆虫 北丁时通常不易察觉 但却会养得受不了 尤其正值小黑纹出末季节 民众除了多穿长袖防蚊 还得多留意户外环境 才能避免被盯的难受总击 记者马日文 吴国珍高雄报道